馬來西亞好像是對塞諾菲以及韓國的疫苗暫停施打 說是加坡跟馬來西亞施打 但是我們台灣目前沒有必要分子這樣子 是 因為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好像都沒有這樣子來做 馬來西亞好像是對塞諾菲以及韓國的疫苗暫停施打 說實在 針對這個議題的時候 好像也沒有聽說馬來西亞有什麼接種的異常 那馬來西亞跟新加坡其實是蠻接近的 那這裡面我們也的確有徵詢過專家 那專家還是覺得說他們這種東西其實沒有必要這樣 那其實施打這部分國內同樣這些疫苗的最多的歐洲國家 好像也沒有聽到說有誰停止施打的 主導 你說 雖然新加坡跟馬來西亞施打 但是我們台灣目前沒有必要分子這樣子 是 因為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好像都沒有這樣子來做 我們都在持續恰談中 我們現在有一部分已經在手上了 工的環節上面可能出了一些差錯 基本上我們進行除錯了 我想我們的涵蓋 我們現在應該是疫苗接種委員會 來做一下專家的討論 那目前我們的疫情目標是一百分之六十 暫定的 暫定的目標 但是因為疫情隨時在變化 那疫苗的成效各方面 其實現在都沒有第三期的一個臨床報告出來 所以大概還有很多的變化 那至於國光在明年中 可能是大概五六月 它是照著就是說 如果一切進行都順利的話 那之所以要做臨床試驗 那當然就必然它的一個風險存在 那我們會根據他們的一個臨床的報告 然後競速的 能夠加快他們整個的腳步 那冷鏈在技術上面 整體技術上面 現在看起來應該是可以達成 但是之後的施打 因為整體在儲存 運送 還有相當大的一個限制 所以在集中在施打的點 恐怕不多 所以施打的速度不太會快 所以在這樣會限制它的一個使用量 我們都在持續恰談中 我們現在有一部分已經在手上了 就是說已經談妥了 那當然很多的一個程序要進行 新聞的影響力比較大 所以會引發大家很多的聯想 那不過我們對於任何的通報出來的案例 我們都不敢掉以輕心 第一個 我們大概沒有說任何一個人是講假話 這當然是講就有些事件裡發生的情況 那剛剛想起來 我前一段時間剛好打過疫苗 只是這樣子的一個陳述 不過大家都以為就是說是因為疫苗 所引發的 我想這兩個事情是不一樣 我們必須要澄清 就是說任何情形它都有可能 那但是我們這些不良事件 我當然強調它跟副作用是不一樣 那大家所陳述出來就很容易 被人家誤以為就是說 這就是打疫苗所引起的 其實這兩個事情還是有距離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新聞的影響力比較大 所以會引發大家很多的聯想 那不過我們對於任何的通報出來的案例 我們都不敢掉以輕心 我們都會仔細的去瞭解一下 它這些相關的情況 那它的關聯性 然後加上一些國際是不是有相關的一些報告 那仔細的去檢測 那仔細的去檢測 好